今天呢 我也想要來跟大家宣佈 接下來我做一個挑戰 一個星期七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在馬來西亞的中國人 C.Hawie M.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習慣改變命運這樣子的道理 在我還沒有在馬來西亞之前呢 我是一個標準的上班族 早八晚六 每週雙休 時間表呢 都是圍繞著上班時間來展開 下班過後呢 就筋疲力盡 雖然生活節奏很穩定 但時間久了 就會覺得生活中呢 只有上班和下班 家裡和公司兩點一線 也沒有什麼力氣和精神去做其他的事情 最多也就是跟朋友出去吃喝玩樂 但也不用想著要培養什麼樣子的興趣了 來到了馬來西亞之後呢 我的生活就有了180度的極端轉變 從上班族直接變成了無業遊民 從每天固定要扣除10個小時 在公司上班待一整天的生活模式 變成一天24個小時都可以 自己自由支配的生活模式 一開始當然是很開心啦 想幹嘛就幹嘛 每天看劇啊網購啊無拘無束 但是日子久了 整個人就會開始變得浑浑噩噩 感覺生活都沒有什麼方向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當然還好我開始了我的YouTube之路 現在每天的工作生活呢還是很充實的 但是曾經那些我很羡慕的健康生活理念 想要藉此轉變來養成的好習慣 我都沒有做到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習慣 每個人也都期望可以養成各種好習慣 當晚還是上班族的時候呢 我總是很羡慕那些可以自由支配時間的人 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去培養 更多自己感興趣的習慣 比如健身啊 練習樂器啊 自己煮三餐等等 你也會發現無論是YouTube還是微博上呢 關於如何養成各種好習慣的影片 總是能獲得成千上萬用戶的關注 但現實很殘酷 根據非官方統計 本線之下養成習慣的人 僅不到20%而已 另外的80%都處在 制定計劃 執行 失敗 重新制定計劃 和循環過程當中 當初上班我還可以有藉口 我沒有時間 但是現在我完全都可以自由支配時間 可我還是踏入了80% 那麼作為80%的習慣養成失敗者 你們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每個作家斯蒂芬蓋茨所住的微習慣 不僅回答了這個問題 還提供了解決方案 作者和很多人一樣 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想要養成閱讀 寫作健身的好習慣 但掙扎了10年 依然沒有任何的效果 內心無比的受挫 直到他不經意間蹦出 只做一個俯卧車會怎樣的想法 從此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透過微習慣呢 他成功的養成了每週運動3次 每天堅持寫作和閱讀的習慣 過上了自己渴望的生活 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讓我帶大家一起來解密 微習慣 希望能夠幫你打破思維局限 找到那個不可能失敗的方法 也為我之後即將迎來的習慣挑戰 打打氣 從小開始我們就對養成習慣充滿了執念 生活中我們養成了各種各樣的習慣 比如起床後要刷牙 穿鞋你要綁鞋帶 每晚睡覺前都要洗澡等等 在做已經習慣的事情時 不用思考條件反射的就直接去做了 如果不進行這些行為呢 反而會像犯了強迫症一樣的渾身難受 習慣就是做起來容易 不做反而更難的一種行為 首先這和我們大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哦 人的大腦裡面呢有兩個核心角色 肌體神經節和前顎皮層 肌體神經節呢起到了核心作用 一旦我們訓練它自動完成積極行為 我們就養成了習慣 無需監督就能處理各種任務 前顎皮層呢只是管理者 由於它相當活躍反應靈敏 會容易消耗很多的精力 所以當你疲勞時或者有壓力時 你往往會做已經養成的行為習慣 那習慣在身體裡的長相呢就是神經通路 簡單來說當某個習慣制定的通路 被一個想法或者是外部信號觸發時呢 腦中呢就會有個電荷通的這條通路放電 然後你就會有一股想要進行 這樣習慣的強烈願望 養成習慣的過程呢就像修路一樣 只有路修通了 運輸速度才會加快 假如你已經養成了健身的習慣 那你就不會有決定要去健身的痛苦和糾結 而是如果不去健身就渾身的難受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覺得很熱血啊 好像被打了積雪一樣 重新燃起了對自律生活的渴望 但實際上很多人都只是三分鐘熱度 最終都失敗了 大多數人會把失敗的原因歸屬於自身 認為自己缺乏毅力啊動力不足啊 殊不知有可能是方法出了問題喔 想想看我們以前給自己制定的計劃 是不是都是什麼每天健身40分鐘 每天閱讀一小時 這些行為可能本來就不是你感興趣的 加上時間很長每天都要很努力才能完成 對大部分人來說呢都有一定的難度 如果沒有足夠的意志力 要想要養成這些習慣更是無稽之談 那《微習慣》這本書的作者呢 他使用的微習慣方法就是幾乎不消耗意志力 不管你在意志力充足還是匱乏的時候 你都能夠行動起來獲得進步 微習慣呢從字面上也很好理解 就是小的不可思議的一小步 比如作者提出的每天一個俯卧稱 每天看兩頁書每天寫50個字等等 古人云不羈鬼步無意志千里 不羈小流無意成江海 如果每天早起一小時 每年就會多出365個小時 每分鐘閱讀300字 每年就會多閱讀131本5萬字的書 很多人總是習慣性的高估自己的意志力 總是會給自己制定難以完成計劃 比如我想要鍛鍊自己的心肺功能 我給自己制定每天跳1000下的跳繩計劃 幾乎我反而會被這1000下給嚇到 每天都會痛苦這1000下 到底要怎麼才能完成 反而會更快容易放棄 可是如果每天只跳100下的話 不到一分鐘就能完成 我大概也不會覺得那麼壓力 所以小決心比大決心的效果會更好哦 而且微習慣只是在舒適圈的邊緣 邁出極小的一步 產生的痛苦也是很微小的 更不會因為體驗到微完成的目標 而導致的愧疚和挫敗感 只需要每天堅持這些極小的微習慣 長久以來累加在一起 將會產生巨大的威力 讓我們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樣看來要養成良好的微習慣 也不是那麼難的一件事情啊 在行動之前要先學會方法才能事半功倍 下面呢有八個步驟可以更方便的 你來養成這個微習慣 我會順便來跟大家一起學習一下 制定微習慣的方法 一選擇適合你的微習慣和計畫 可以選擇一個微習慣試驗一周 觀察自己在最困難的時候能否完成 然後再決定是否新增微習慣 切記一定要把你的習慣變成小的不可思議的一小弟 二 挖掘每個微習慣的內在價值 制定計畫的時候呢一定要多問自己為什麼 想要健身是因為想要自己身體保持健康 還是因為你看到身邊朋友有在運動 而且還變得又瘦又漂亮 只有來自於內在的原因才會持久 三 明確習慣依據將其納入日程 你可以以時間或者行為來作為依據 時間依據呢是指在固定的時間內完成微計畫 比如每天傍晚6點跳100下的跳聲 行為依據是指以某個行為作為參照 比如晚飯結束或半小時看一頁書 或者你也可以像作者一樣 靈活使用一天一次隨時可做 四 建立回報機制以獎勵提升成就感 大腦運作時總會在想這麼做有什麼好處呢 鍛鍊時身體會給回報 大腦會釋放內非態讓人感覺良好 你可以用大笑作為回報 因為大笑會釋放讓人心情變好的化學物質 五 記錄和追蹤完成情況 微計畫很容易執行但一定不能忘記 六 微量開始超額完成 開始一個微習慣時總能超額完成 當你做完一個服務稱又忍不住要多做幾個 一旦開始你就會希望多做一些 如果你僅僅是完成了微計畫沒有多做 只要堅持微計畫你會很快養成習慣 一旦養成習慣後你會更容易超額的完成任務 七 不從計畫安排擺脫高期待值 我們要把期待值和精力放在堅持目標上 而不要對任務量抱有較高的期待值 八 留意習慣養成的標誌 如果在養成習慣之前就停止 那是失敗的 習慣來養成有這樣的標誌 第一 行動時無需考慮 也不擔心會忘記 第二 習慣是非情緒的 行動時沒有抵觸情緒 也不會因為作而而興奮 根據以上八個步驟呢 你也可以來制定適合你自己的微習慣 當然當然要注意 確保自己在行動的時候不會偏離微習慣的軌道 當慾望大於能力的時候呢 人會變得極度的不安 在危機到實施的道路上呢 你可能一剛開始會感覺到很良好 就對自己抱有過高的期待 甚至直接更改目標 這一點跟微習慣呢是相悖的 書中呢還提到了四個規則 可以來時刻的提醒你 一 絕不要自欺欺人 用多餘的精力完成任務 記住不是制定大目標 二 反應每一個進步 經常回報自己 尤其是在微習慣完成之後 三 保持頭腦清醒 感到強烈的抵觸時 後退並縮小目標 四 提醒自己 這件事情很輕鬆 絕不要小看微步驟 但你記住 習慣是不依賴情緒的 一旦養成好習慣 我們將受益無窮 比起給自己制定難以完成的計劃 不如先來制定一個微計劃 讓自己行動起來吧 想那麼多都是無用功 只有當你行動起來 才會有所改變哦 如果你一直為無法養成習慣 而感到煩惱 那就試試看微習慣的方法吧 今天呢我也想要來跟大家宣布 接下來我會用微習慣的方法 來做一個挑戰 一個星期七天 每天喝一千毫升的水 我會把這個挑戰呢 每天都記錄下來 不僅是想試試看微習慣的方法 也想要給自己多養成一些好習慣 同時能跟大家傳達更多的健康生活理念 那拍視頻的方式呢 也可以讓大家一起來督促我 那就試試看我到底能不能成功吧 我是一號羽木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也別忘記關注我的IG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